中国一战二战都是胜利国 中国又很奇怪 反正一战二战 两次世界大战 我们战队都战队了 这个是很绝 像土耳其每次都战错了 我们每次都战队了 所以中国人那个战略视野还可以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虽然赢了 我们是战胜国 但是又每次都吃亏 是不是一战以后 那个就是山东半岛 德国的权益 最后被日本人抢跑了 后来引发了五十运动 五十运动是不是改变中国近代史 救亡压道启蒙 二战以后 你看我们也是战争国 我们付的代价很大 结果美苏做交易 又把日本的特权 全部给了苏联 这个挺不好的一个事 但是这个事呢 因为朝鲜战斗变了 因为我们巨大的努力 对吧 这个朝鲜战战 我们打得不错 对不对 这个时候他不得不尊重我们 于是呢 亚尔塔协议牺牲了中国的主权 就回来了 是不是 现在中东铁路 大连 新疆北部就回来了 否则啊 现在去大连旅游 你还得办护照呢 知道吗 现在很多旅游很喜欢 那个喀纳斯吧 喀纳斯很美 对不对 美得回常荡气那个地方 你现在去还得换护照呢 那个 现在都是 回来了 这个是很伟大的个事 主权回归 第二个呢 我特别看重的 收益就是 这个 因为 我们跟美国兵戎相见 这个时候 斯大林就真信任毛主席了 信任中国共产党了 然后就决定了 帮助我们发展工业 于是就有了 一五计划当中 从苏联引进了 156个大项目 而156个大项目 就奠定了 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而我 我的 跟很多学者不一样 我的史学观 就特别看重工业化 是吧 因为我的基本史学观 就是 人类的近代历史 就是工业化的历史 工业化的核心 就是现代制造业 在 工业文明时代 谁有制造业 谁才能够把握自己命运 谁没有制造业 人再多 钱再多 你的命运都在别人手上 被人家羞辱 知道吧 所以工业化特别重要 而 苏联给我们的156个大项目 就基本上奠定了 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这是巨大的收获 我第三个收获呢 应该是 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就奠定了 对吧 这个我记得 我在别的地方讲过 当时美国绝对是炉日中天 对不对 美国在这个二战结束以后 它的制造业 差不多占到世界的一半 那个金融资产占到世界百分之八十 然后军事上 它是唯一有能力两洋作战的国家 然后还有一个 它当时50年 它是单独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因为苏联是49年才四爆的核武器 苏联红军列装核武器 还要晚几年呢 所以当时美国那个地位是炉日中天 那么中国呢 经过百年的积贫积落 其实挺弱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 中国跟美国打了一仗 军事上打成了平手啊 我们是从那个鸭鲁江出发 到了山巴县 美国呢 是从釜山出发 到了山巴县 对吧 军事上打一平手 政治上我们绝对赢了 对不对 你原来在江湖上 这个不见金钻的 大家不认识你的 对不对 哇你跟江湖第一高手 打成一平手 绝对名正江湖啊 从这一天开始 就是我们跟美国打成平手开始 没有任何国家 琢磨着要亲戚的 对不对 这亲中国 它的安全问题 其实就解决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安心地发展了嘛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说它是立国之战 绝对是不为过的 那么最后呢 这个朝鲜战争 给我们的启示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朝鲜战争 那应该讲美国人呢 对新中国啊 这个态度就复杂了 在新中国以前 晚清民国 总体来讲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 普世 是吧 上对下 但是因为朝鲜战争 美国才开始平视中国 对吧 这个其实对后来 中美关系的发展 是有好处的 没有平视 就不可能 72年呢 美国总统 不顾国内反对啊 跑到一个未尖交的国家 跟毛主席握手吧 你想想 没有朝鲜战争 美国没有这种内在的尊敬 觉得你没有价值 它不会这样的 是不是 一个总统 到一个没有建交的国家 而且意识形态 对立的国家 这是很有政治风险的 但是它就做了 因为什么 它是觉得你这个国家 有力量 我跟你交朋友 有收获 对吧 它需要你 来对付苏联 于是它就过来了 那么有了72年 中美和解 才有了79年建交 所以那个 从历史角度来讲 朝鲜战争的影响 汇集到今天 最后还有一个 方法上的启示 就是对于 美国这种国家 它呢 有力量的话 它一定会欺负你的 那面对这个欺负呢 一个办法是忍了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适当的斗争 那么在 朝鲜战争 这个案例上 给我们的启示啊 还就是以斗争 求团结 这团结存 这对未来 我们处理中美关系 仍然是有启示意义的 1950年 在朝鲜战争的遭遇 是中美双方的 一个重要节点 金教授认为 抗美援朝改变了 美国 俯视中国的态度 并且刷新了 全世界 对中国的看法 近年来 美国对我们的重视 达到 它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成果 那么 70年过去了 中美又来到了 一个关键性 时间点上 今天对 抗美援朝的回顾 也是为了在历史的维度上 再次审视中美关系 现在呢 中美关系确实进入到 一个矛盾的阶段 看清这两个 世界大国的过去 与未来 我们应当从历史中 汲取哪些经验 合则两立 面对当下的紧张局势 又该如何应对 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 又将如何呢 那么 中美关系呢 我们先简单地 讲几句历史 中美关系啊 这样的 就是就中国来讲来 历来是重视的 知道吧 晚清 民国 新中国 然后新中国 每一届领导人都重视 毛主席就很重视 你们想想 1972年 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 是谁做的决定 是不是毛主席做的决定 是不是 说明什么 说明毛主席极其重视 中美关系 而且坦率讲啊 因为72年中美缓和 才有79年建交嘛 是不是 所以应该讲 打开中美关系大门 是毛主席留给后来啊 第二代领导人 一个重要的遗产 所以 新中国 第一代领导人就重视 第二代小平同志 非常重视 是不是 然后 江主席 胡主席都很重视 习主席也很重视 大家注意到 习主席有一次 见那个特朗普总统 是不是讲的这个话 中美关系 有一千个理由好起来 没有一个理由 坏下去 我们都在用这一句话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事 从中国角度来讲 我们历来是重视美国的 那美国呢 对我们态度是变化了 美国呢 在晚清民国是这样的 俯视我们的 知道吧 新中国成立以后 敌视我们 因为我们在朝银战 能够打嘛 把他打得够呛啊 鼻子脸肿的 所以先是俯视 后来敌视 72年 黎克松访华 其实是利用了 因为当时 他跟那个苏联竞争很吃力 要中国帮忙 美国真正的 比较平等的 平常心对待我们 我认为是 91年苏联解体以后 冷战以后 然后对中国的重视 就开始直线地上升 近年来 美国对我们的重视 达到他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认为 17年底开始 他就把我们放第一位了 但是在这个态度是不一样 我们重视美国 真想跟他好 想交朋友 他重视我们想整我们 性质不一样 这就是中美关系的 一个大致的回顾 历史的角度看 我们历来重视 而且历来有建设性 他也是 然后第一次 然后利用 真正比较平等性的 看来我们是很短的近代 但现在又开始走向了对抗 那么 现在中美关系 肯定进入到一个 不太好的阶段 但是过去那段历史 我们还要肯定一下 从79年1月1号建交 到现在 41年半 总体来讲 中美关系还是成功 双方的合作很好 而且双方都有战略收益 中国 通过与美国建交 从美国学到了好多东西 对吧 另外通过和美国建交 我们的产品 就可以进入国际主流市场 改革开放 才有成功的外国条件 对不对 美国呢 通过跟中国建交 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美国的资本 在中国是赚了很多钱 赚了很满不满 这就是他回去分配不好 是他的事 但是在中国赚了钱了 这是事实 另外呢 更重要的是什么 通过中美建交 美国才赢得了能力 所以很肯定地讲 中美过去41年的交往 是双赢 双方都获益的 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 何则两利 当然现在有一个麻烦 美国人心态有点不对 美国人认为 过去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成功 主要是因为他帮我们 然后呢 他赢得冷战 跟中国没关系 这是他现在的一个毛病 夸张他的作用 贬低我们的作用 我认为他那个不对 我的分析是对的 我认为中美过去41年 双方都是赢 对吧 应该这么看比较可观 那现在呢 中美关系确实进入到一个 比较矛盾的阶段 竞争性的阶段 原因呢 就是我们有五个新的问题出来了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进入到了 所谓的休息底的陷阱 也就是大家通常讲的 老大老儿矛盾 在国际关系里面 老大老儿是天生的冤家 还在讲 组织人类一些 告诉我们 任何人类的组织 那个二把手 都是很难当的 是吧 但是个人关系 还是好处一点 是吧 我让一让 算了 那国家关系难处 国家不是说 一想让就让了 对不对 因为国家是集体的 所以国家间的老大老儿关系 比个人要难处得多 最后往往是走向主 现在咱们国家的态度是这样 我们国家从官方到学者 都认为 我们还没有进入到 休息底的陷阱 我们要努力地回避它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 美国的战略精英层 就认定我们是老二了 回避不了了 我们现在有些学者 有点天真 说中国能不能姿态 再柔和一点 讲话再轻声细语一点 这样美国就放过我们 回避这个矛盾了 甚至有人 我觉得很舒呆着气 说建议 咱们统计局想想办法 中国的GDP搞第三 把印度搞第二 他在讲 说轻了是天真 说中的是傻了 这是低估美国的战略能力 因为美国战略能力 它对我们很了解的 你无法隐瞒 你回避不了 那么现在的事实就是美国认定我们是老二 认定我们是挑战者 这就是第一大矛盾 第三就是美国变了 美国这个国家曾经是非常自信的 自信的美国 外出有点霸道 好处是什么呢 它比较宽容的 比较包容 也比较幽默 骂它也没事 现在不是 现在美国内部矛盾很多 它是自信心下降 然后人就变得很自私 很焦虑 一个焦虑的美国很难打 相当于一个人 进入更年期了 第四个呢 咱们国家应该讲 因为改革开放 我们也很多元化 利益多元 于是观点多元 所以就是说 我们的内外政策 形成共识也很难 所以我们外交 受到的内部牵制 也比以前大了 第五个新矛盾 就是美国现在这个 引导人 集集团队 就特朗普集集团队 非常的极端 非常的多变 无法预测 这样人家就很难 跟他打交道 这就是中美关系的新背景 那么在新背景之下 就出来了 就有了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就是 美国在17年12月18号 就国防部发表了 四年一度的报告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 把我们定义为 第一战略竞争对手 这就是主要矛盾 原来美国给我们的定义 是有缺点的伙伴 现在是第一战略对手 从这一天开始 中美关系的性质就变了 原来是既竞争又合作 对不对 从这一天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竞争为主 然后美国这个国家 行动能力很强 他不光是说说 马上就真的就竞争了 17年12月18号 推出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定义我们为第一战略对手 三个月以后 18年3月22号 是不是特朗普总统 签了一个总统行政命令 发起了对华贸易战 对不对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是不是过去了两年半 两年半坦率讲 我们中美关系经历的竞争 不仅仅是贸易战 实际上是个混合战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在过去两年半 至少对我们打了15张牌 第一张牌是贸易牌 就是对中国产品征税 附带讲 前天是不是WTO裁决 说特朗普征税是非法的 是吧 这个其实是好消息 虽然我们也知道 特朗普根本不理国际组织 你财了也白财 但是道义上还是对我们很有利 知道吧 至少那个老师说了 说你错了 对不对 但我们道义上还是得点分的 这是过去两年半 他对我们打的第一张牌 征税 是吧 贸易战 第二就是科技 打我们高科技公司 打华为 打中兴 打海康威视 科大熏飞 大疆国际 这是第一批 第二批就打 打我们抖音 抖音的英文版 TikTok 是吧 然后打那个微信 第一批先打的那个高科技硬公司 就是让你的5G搞不起来 第二批就打你的应用网络公司 是吧 这就是科技战 第三呢就是司法战嘛 就是抓孟晚舟嘛 还有抓那个参加 我们那个叫千人计划的华语学者 对吧 第四呢就是金融战 美国是不是列举了300多家中国实体 然后切断 与我们的金融联系 第五就是舆论战 特朗普的大将 几个大将 这个国防部长 国务卿 是满世界跑 去鼓吹中国威胁论 国务卿特别卖力 而且给中国安了很多新的帽子 说我们中国 在亚洲搞霸权主义 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 在美洲搞帝国主义 中国网民很生气 因为这些话都是二十年前我骂美国的 美国拿来就用 说你不尊重知识产权了 这个 它其实就是宣传中国威胁论 这是五张牌了吧 然后还有六张牌 这是很敏感的涉及中国主权 这里面包括台湾 香港 新疆 西藏 东海南 五加六十一张牌 十二张牌就是印太战略 印太战略是什么呢 就是在巩固与传统盟友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基础上 往西推进 增加新盟友 抓印度 印尼 越南 第十三张牌就是搅居一带一路 中国在一带一路投资 它就搅居 十四张牌是什么呢 WTO2.0 就是在WTO里面搞小圈子 美欧日小圈子把中国排除在外 第十五张牌 是去年下半年开始打的 军控牌 军备控制牌 就是强行要求中国参加 美国 俄国的军备控制谈判 目的是减缓中国的军事限量化 OK 这就是过去两年半的情况 首先把我们定性为对手 然后出了一串的组合拳 打了一个混合战 那么中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拒绝承认中国决心 美国目前还是对我们有傲慢 心理优势 知道吧 就是他们现在 首先是人种上对我们有优势 觉得你们长得再漂亮 你也是黄种人 不如我们白种人高贵 拒绝 还有一个就是军教 我是上帝的特殊选民 你们中国人无神论 上帝都不认识你 你凭什么崛起 还有就是意识形态 就是说我自由民主最高贵 你这个共产党国家 怎么有资格崛起呢 你都没有资格知道吧 然后还有文化 历史傲慢 觉得我1894年世界第一 你这个家伙一来穷得像个鬼子的 你现在还比我父母 那还了得 受不了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毛病 心态上不对 不对以后呢 就无法接受中国崛起 政治上 必须要我们学它多党子 经济上啊 让我们永远做低端打工仔 就是你就给我做袜子 做那个香包 做圣诞节 塑料礼品 你搞个什么5G啊 中国人很生气 中国人说我14亿人要过好日子 我天天做袜子 有什么利润呢 对不对 我肯定得搞5G啊 我说我富不起来 我没有利润呢 对不对 这就矛盾了 另外就是战略上 他要我们成他的跟班 这个都是我们14亿人不能答应的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天然权力啊 你凭什么否定我啊 这违反人权啊 不过这是中美的根本矛盾 发展全是我们的 我们天赋的权力 对不对 他不接受 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一聊 感谢新历层 独家冠名此次公益活动 学口才到新历层 通过金教授的分享 我们对于抗美援朝 以及中美关系 都有了更深的理解 抗美援朝是不得不打的 说它是立国之战 绝对是不为过的 美国啊 拒绝承认中国决心 那么接下来 来自全国各地的 线上线下的同学们 也都带来了 自己的问题和困惑 想要向金教授请教 所以我想请问金教授 未来战争您认为会发生吗 做最坏的打算 做最全面的准备 希望您能够通过军事的角度 对中国足球体检建议 您这个题目太难了 咱们闲话少叙 快来进入 对白时刻 金教授您好 我叫管佩欣 我来自辽宁丹东 抗美援朝纪念馆呢 就在我们家那边 所以刚才在看您演讲的时候呢 我觉得感触特别特别的深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美军的这个武装呢 在当时是和我们有代差的 我也在一些报道中呢 看到过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中 是使用过吸引军武器的 1月27号晚上驻扎在朝鲜铁园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阵地上空 飞过多批美国飞机 他们低空盘旋 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俯冲投弹 而是很快就飞走了 第二天早晨 第三期舞团的战时 看到有很多黑点的东西在一跳一跳 走近一看 发现雪地上散布了大量的苍蝇 跳走和蜘蛛等昆虫 经过专家鉴定 这些昆虫体内都含有致命的细菌 也就是说 美军在这里投下了细菌蛋 包括当时美国的总统杜鲁门 也一直声称想要考虑使用原子弹 所以我想请问您 在当时中美两边的这个武装的这个设备 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 为什么美国还要考虑使用这种非常规的武器呢 谢谢你啊 这个问题挺好的 那个美国呢是这样的 就是它是追求一种绝对优势的国家 中国那个战略战术啊 很强调就是如何以弱胜强 中国很喜欢这种战法 以弱胜强 因为中国历史上 经常是遇到这种以弱对强的这种局面 而美国呢 总体来讲啊 它发展很顺 美国之建国到现在很顺的 它现在在美洲地区扩张 美洲地区呢 周边都比它弱 等到它准备得特别好 走向世界的时候吧 它力量比别人大很多 所以呢 像中国历史上遇到这种 以弱胜强这种需要 它就比较少 所以它基本上都寻求一种绝对优势 那么一旦 它的优势不绝对 这个时候它就无所不用其极 在朝鲜战场 虽然常规兵器 它比我们好 因为它有 海军它可以在沿岸 就两个沿岸地区 它可以起点作用 另外就是空军 它有绝对优势嘛 但是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原因吧 志愿军呢 应该讲作战能力非常好 附带讲啊 就是咱们这个志愿军啊 坦率讲啊 都是经过十几年战争出来的老兵 都特别会打仗 虽然叫志愿军 但绝对是专业的战士 这支陆军是非常能打的 另外就是朝鲜的地形很重要 朝鲜山区多嘛 不是平原地区 所以美军那个装甲部队的优势 发挥的不是那么淋漓尽致 所以这些人合在一块呢 就形成一个结果 就是在朝鲜战场 有一段时间 甚至美国有点弱势 特别是一次战云 二次战云 三次战云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呢 美国就急了 于是就采取 就是那种非传统的一些手段 这里面就包括细菌战 细菌嘛 亚洲是没有的 但是出现了 它肯定还是细菌战的一个结果 二三月间 细菌战就应该是有这个事 只不过美国今天还否认 至于说动核武呢 当然是这样的 就是说美国一部分人 有这个想法 在美军特别被动的时候 那个 杜鲁门当局当中 一部分人是有的 尤其是麦卡尔 这个 所以后来他们就有矛盾 杜鲁门只是有个想法 但是刚有想法呢 他的盟友就去反对了 知道吧 像那个当时的英国首相 爱德里吧 就跑到美国去了 坚决反对 所以如果你动用 你在这里开了例子 对中国动用的核武器 那么苏联就可以在欧洲 开那个例子 因为他知道苏联很快就有核武器 那这个欧洲国家就倒霉了 所以欧洲盟友 还有英国是反对的 所以杜鲁门有想法 但是并没有很大的决心 当时比较危险的 还就是麦卡尔 因为他在一线 然后他看到 他领导的部队在溃败 他就急了 所以他真的有这种想法 要动用 最后就导致了杜鲁门总统 和麦卡尔的矛盾 矛盾的结果就是麦卡尔被撤职了 所以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他跟美国的思维有关 美国是追求绝对优势 一旦没有绝对优势 他就是什么手段都会使的 所以就出现你刚才讲的情况 虽然常规兵器 他其实比我们好 但是一旦我们志愿军方面 靠主观能动性 靠勇敢 靠智慧 取得某种军事优势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动用 那种邪魔歪道的武器了 所以当时危险是有的 特别是这个细菌战 应该讲是部分实施了 核武器是没有实施 但是不是因为道德 而是因为制约 谢谢你 谢谢金教授 金教授您好 你好 我叫李奥金 我呢是出身军人家庭 也曾经在军工领域学习过 所以我自己非常关注 军事方面的问题 那我近期观察呢 发现中国周边的局势非常紧张 像中印边境经常发生摩擦 美国在南海频繁的挑衅 甚至激化两岸的矛盾 我想我们这代年轻人 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 但是在当前这种局势下 可能未来有一天战争 就会不弃而遇 所以我想请问金教授 未来战争您认为会发生吗 那么我们新一代年轻人 应该如何去应对这项挑战 谢谢 谢谢这个李同学 应该这么说 人类历史呢 某种意义上讲是个竞争史 那么竞争的一个极端情况就是战争 然后你回顾人类历史 其实战争挺频繁的 和平时期还是少数 二战以后啊 大国之间基本上没有那种全面战争 是吧 所以这是挺难得的 某种意义上讲啊 网民讲得对 就是说不是这个世界和平了 而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 因为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 总体发展不错嘛 所以一般国家呢 它没有能力来挑衅我们 但是确实最近情况变化了 情况变化的主要原因呢 还是美国对我们态度变了 美国呢 应该讲就综合国力来讲 现在可能是唯一一个超越中国的 而且对我们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一个对你有明显优势的国家 对中国现在的态度变了 是吧 采取某种敌意对抗姿态 所以它一定是有后果的 这个后果就是你刚才讲的 美国在中国的周边啊 在台湾 东海 南海都有挑衅动作 另外受美国的鼓励 有些周边国家也不甘寂寞 也跟着凑热劳啊 于是中印关系有些问题 那么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 我们首先可能得把那个事情 考虑严重一点 按照中央的说法就是要有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就是要做最坏的打算 做最全面的准备啊 有底线思维以后你就要有个心理 可能啊 我们会面临这个战争 面临军事冲突 但是呢 也不用害怕啊 因为那个新农国70年呢 总体来讲很成功嘛 这个我觉得新农国最成功的东西 就是让我们这个国家 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 今天中国 有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体系 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啊 那么学习能力也很好 创新能力呢 过去弱一点 现在呢 正在加强 对吧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又实现了军事现代化 在工业化的基础上 实现了军事现代化 是非常扎实的 这跟买来的现代化不一样 很多中东国家很有钱 买来很多装备 它不会用 对吧 因为它不知道那个制造的原理嘛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新农国工业化了 在那个基础上实现了军事现代化 是很扎实的 我相信啊 这个只要我们准备工作做得很好 国内呢 又比较团结 那么任何外来的军事挑衅 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是有办法对付的 所以心理上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不排除战争可能性 要做好心理准备 然后呢 在行动上 扎扎实实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 然后维持国内的稳定和团结 这些事做好了 我们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任何外来挑衅 我们应该可以战而胜之 谢谢你 谢谢金教授的解答 谢谢金教授的解答 谢谢金教授的解答